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旅游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你深入探索英国最孤独的岛屿 皆是那些看似田园师般的生活背后所隐藏的现实 从布赖赫的孩子们在夏季自由玩耍 到埃奥纳岛的教师在冬季面对停电的挑战 这些岛屿的居民如何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生存 我们会介绍他们的日常生活、社区精神 以及随之而来的困难与美好 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北湾市即将开设的冬季市场 这将如何振兴当地经济病吸引游客 最后,我们将评测Lotus Electra这款高性能电动SUV 看看它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这一切都将在我们的节目中一一呈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夏日的海风轻浮过布赖赫岛Briher上一溪 提布斯·Dacy Tibbs的脸庞 他回忆起在这片土地上无忧无虑的童年 这片英国斯基利群岛的小岛 对他而言就如同天堂 无论是攀盘岩石 穿越碧蓝的海水 还是跳上当地老师的船 去圣玛丽岛Saint Mary's上学 这一切都是他成长的一部分 我们的夏天充满了自由 提布斯回忆道 我们可以在农场上随意玩耍 种植自己的小花园 或是在沙滩上度过无数个快乐的下午 然而 这片被视为天堂的岛屿 也并非一帆风顺 提布斯深知布赖赫岛上的生活 并非外界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和浪漫 岛上居民面临着与世隔绝的困难 特别是在冬季 缺乏光污染的黑夜 显得油味漫长和寒冷 提布斯说 我们的生活很单纯 但这种简单也意味着很多时候 我们必须自己解决问题 当你的车坏了 可能需要几周才能修好 因为没有随时可用的机械师 瑞秋 哈泽尔·瑞丘·黑泽尔 一名书籍装定师和作家 部分时间住在苏格兰的爱奥纳岛 艾奥纳 她也深深感受到岛屿生活的孤立 从爱丁堡出发到爱奥纳的漫长旅程 让她体会到了一种脱离感 哈泽尔说 我喜欢搭乘公共交通 因为这样我可以看窗外的风景 你离开格拉斯哥 看到堆叠的威士忌筒 然后车站变得越来越少 接着你会看到壮观的海湾和风景 爱奥纳岛 被认为是英国少数的博地 Same Places之一 这里地球与天堂的界限 似乎更为模糊 在这座人烟稀少的岛屿上 历史和神话交织在一起 故事轻易在岁月中流传 几百年前 苏格兰西海岸的阿兰岛 Aaron 曾是走私者和非法酒饭的乐园 而今的阿兰岛则拥有 更为体面的拉格酒厂 Like Distillery 岛上的生物多样性也令人惊叹 红鹿 水塔 普通海豹和金雕等苏格兰的 五大动物在这里悠然自得的生活 然而 对居民来说 岛屿生活的绝美风光背后 也有着无尽的挑战 阿兰岛居民眼中的延误和取消 甚至成为一种常态 尤其是一直延迟六年的新度轮 让人们望眼欲穿 格雷厄姆 奥曼德·Graham Oman 拉格酒厂的经理 无奈地透露 我们只有合作社 价格高昂 选择有限 我的鸡胸肉要价七英镑 这是我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提布斯也感同身受 他怀念在大陆十年生活中的便利 尤其是那些不用做饭时 能叫外卖的日子 他说 我很惊讶于大陆的便利 如果出现问题 你几乎总能打电话找人解决 现在 他正为长女进入中学寄宿做准备 这意味着每周一到周五 他将离开布赖赫岛 前往圣玛利岛 提布斯说 这让他们有机会 与其他岛屿的孩子建立友谊 参加更多的课外活动 在艾奥纳岛 哈泽尔的生活也并非总是那么平静 冬季频繁的停电 让他感到孤立无援 当停电时 我感觉就像一个被拔掉插头的机器人 他坦言 但这也让我学会了适应和接受 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哈泽尔曾在南极古迪尔岛 Gaudier Island 担任富游政局长 这段经历让他对孤立和自己自足 有了更多的理解 同样 在帕帕 维斯特雷岛 Papa Westray 保护主义者蒂姆 多德曼 Tim Donovan 指出 当地居民对新来者的态度 颇为谨慎 如果新来者能度过几个冬天 他们就有很大的 可能会永远留在这里 多德曼说 疫情期间 哈泽尔享受着艾奥娜的孤独 他说 我们有这片沙滩 当时几乎没有人 所以我们能认出 人们在沙滩上的足迹 像是哦 那是大卫 他在跑步 而在帕帕 维斯特雷岛 少量人口和社区精神密不可分 岛上的居民 大多参与日常事务 有社区拥有的商店和旅馆 提供新鲜产品并接待游客 多德曼甚至在消防站自愿服务 这一切都让他感到充实和快乐 然而 即使是这样的社区精神 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尤其是那些由于地理隔离而带来的困难 哈泽尔告诉我 艾奥娜的邮递员曾经骑自行车送信 但现在他需要一辆货车来运送所有的包裹 提侯斯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当他摔断了脚 等待拍X光的过程 因为雾天而一再褪迟 英国的岛屿生活 并非只有这些偏远孤寂之地 怀特岛 Io of White 是游客的最爱 每年接待超过260万游客 这种人潮带来了繁荣 也带来了问题 画廊和现场表演场所 Quay Arts的经理 德尔 西摩 Dell Seymour 指出 年轻人和需要更好医疗设施的重病患者 往往前往大陆 寻找更多机会 尽管如此 西摩仍然坚信 怀特岛的独特魅力 他说 有时我看着窗外 无法相信这是英国 相较于怀特岛 谢佩岛 Io of Shepi 则少有人问津 但对于住在这里的马丁 米勒 Martin Miller 而言 这片土地是他的家 他说 我喜欢岛上的生活 人们认为这很奇怪 但什么是奇怪呢 我从来无法想象 住在其他地方 与此同时 在远离这些岛屿的地方 加拿大安大略省北湾市 也迎来了新的变化 联邦政府投资超过12万加元 帮助北湾旅游局 创建一个户外冬季市场 这个市场将展示当地的艺术 文化和才华 为居民和游客 提供一个欢乐的聚会场所 Tanya Bodar 北湾旅游局的执行董事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个新的户外冬季市场 旨在增强市中心的活力 并支持当地工匠 餐厅和商业 Nippus Intermiscaming的 Anthony Rotter表示 看到北湾旅游局 利用淡季机会 吸引更多游客 来到这座城市 真是令人振奋 负责Fed North的联邦部长 Patty Hajdu 也强调了这项投资的重要性 认为它将有助于 凸显该地区的特点 最后 我们转向了汽车市场 特别是Lotus Electra 这款高性能电动SUV 这款车不仅拥有强大的性能 甚至基本款也能在4.5秒内 完成0到62英里的加速 内部质量方面 Eletra的选材考究 设计风格也恰到好处 尽管一些金色装饰 显得有些过于奢华 但整体的科技配置 却是一流的 在实际测试中 Eletra的表现令人惊艳 尤其是在高速公路和B级公路上 Eletra的内部设计 也让人惊喜 提供了4座或5座的选择 并具有可持续材料和全景天窗 虽然内部储物空间略显不足 但其科技配置和安全性 却是无可挑剔的 Lotus表示 这款车已经为4级自动驾驶 做好了准备 总而言之 无论是孤立的岛屿生活 还是繁忙的城市市场 亦或是高性能的电动SUV 每一个故事都展示了人们 在各自环境中的坚韧和适应能力 这些故事无不告诉我们 无论深处何地 生活总是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需要我们勇敢面对和珍惜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英国最孤独岛屿的生活 充满了独特的挑战和美丽 在斯基利群岛的布赖赫岛 居民们过着简单但充实的生活 他们在这里建立家庭 经营农场 并享受自然的宁静 夏天 孩子们自由地在农场和沙滩上玩耍 冬天缺乏光污染的夜晚 让天空显得特别明亮 尽管岛上的生活有时不变 但居民们享受这种与世隔绝的感觉 在苏格兰 艾奥纳岛以其六世纪建立的修道院 和神秘的博地而闻名 虽然交通不变 但这里的自然美景和历史故事 吸引了许多访客 阿兰岛则以其独特的地质结构 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著称 尽管居民因生活成本高昂 而面临挑战 但岛上的自然环境和社区精神 让人心生向往 在北湾 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 让市中心的冬季市场成为现实 这不仅振兴了当地经济 也为居民和游客 带来了节日的欢乐氛围 市场展示了当地的艺术 文化和工匠的才华 成为冬季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Lotus Eletra 是一款高性能的电动 SUV 以及惊人的加速能力 和卓越的驾驶体验吸引了众多关注 尽管车身较重 但其灵活性和抓地力表现出色 内部设计豪华 选材考究 且配备了先进的科技配置 虽然存在一些小缺点 但整体上 Lotus Eletra 是一款展示了 Lotus未来发展方向的竞争力车型 其高性能 豪华内饰 和先进科技 使其成为电动 SUV市场中的一颗耀眼新星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6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